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凯斯与比叫月要日嘛 就是日本说法的礼拜一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样听起来有点抽象 总之呢这个漫画的背景我们等一下再说 但是呢 为什么提到这个星期一的丰满呢 因为这部作品在上个月的四号 在日本的产经新闻报纸上刊登了一个全版的广告 当然就是一个背着那种绑着带子的书包 穿着学生服的很丰满的女学生的一个漫画 所以星期一的丰满指的真的是胸部的丰满 就是胸部的丰满 OK 而这个广告呢 引起了日本妇女团体的抗议 哎 这么丰满的 啊不对 我是说这个这么吸睛的版面喔 自然是会吸引到不只是读者啦 我想日本的妇女团体还有女权主义一定会关注到 是否已经踩到了物化女性的那一条线 不过刚才小王有说 他既然登在的报纸是日本产经新闻 感觉好像也有点文不对题耶 之所以会登在日本产经新闻上呢 是因为这部作品的主要客群 就是那些要面对Blue Monday的上班族 哦 这样说起来好像有点道理 那我们赶快来了解一下啦 这部刚才讲的 Gesilbino Tawawai 也就是星期一的丰满到底是何方神圣 这部星期一的丰满呢 是由日本的作者叫做彼村起始所创作的 从2015年就开始连载 每一周发表一篇在推特上面 就只有短短的一页 他的目的呢 就是要抚慰面对Blue Monday的上班族 2015年至今 其实他已经连载了超过7年的时间 现在是2022年 算是很长寿的作品耶 很长寿的作品 而且他在今年初的时候才刚刚动画化 变成一个短短的泡面翻 叮咚叮咚什么是泡面翻 所谓的泡面翻呢 就是日本的一种新的动画形式 因为现在的人没有耐心看完3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动画 我知道就是1分钟3分钟5分钟什么听电影之类的 对所以他的泡面翻呢 就是每个礼拜一次或是一天一次 然后一次大概只有5到10分钟 像我们去年很红的天竺鼠车车就是泡面翻 因为他一起只有3分钟而已 了解 确实耶 如果听众没有听过或看过天竺鼠车车 赶快去回追一下我们的影片 跟我们的音轨 你就可以听到 当时真的造成很大的荒动耶 不管是在儿童 还是在大人圈 所以像这种短动画 其实是现在一个流行的趋势 不过说起来天竺鼠车车也是很风雨啊 很丰满啊 又软绵绵的一球 又Q弹 可是我们现在讲的 星期一的丰满截然不同 而这个星期一的丰满呢 其实每个礼拜都可以抚慰很多上班族忧郁的心灵 他是以全蓝色的色调的画风 还有身材丰满的少女 让很多的社畜 叮咚叮咚 什么是社畜 就是那种拼死拼火为公司卖命的上班族 那这讲我们吧 帮许多社畜呢 读过无数忧郁的礼拜一 对 这就是Blue Monday 而去年开始呢 星期一的丰满也推出了漫画的单行本 为了宣传这部单行本的作品 所以负责出版了讲坛社 就日本的一个出版社 在日本的产间新闻上投放了这个全版的广告 刚才有说这个日本的产间新闻 它不是电视台新闻 而是报纸 而且呢 这全服的全版的广告 真的是很吸睛喔 特别是日本Kawaii的学生少女 再加上暴露 丰满的制服 就是让所有人 我觉得不是Blue Monday 可能会变成流鼻血的星期一 但这样子的一个强出头 强战版面 同样也吸引来一些父权团体 跟妇女团体的抗议 很多妇女团体呢 就说这个举动呢 根本就是物化女性 就连联合国妇女组织 就是UN Women's Organization 日本地区的干部也出面塌伐 哇这层级拉得很高耶 他们就说呢 这个广告呢 传递错误的价值观 質疑那个日经 就是日本产经新闻 不应该刊登这么物化女性的作品 然后觉得是藐视女权 这样的抨击声 逐渐的就在妇女团体 女圈团体的口中发小 物化女性啦 藐视女权啦 这样的大帽子一扣下来喔 日经真的是有苦口难言 因为毕竟这是客户下的广告嘛 喔日经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日本产经新闻喔 是报纸喔 不是电视台 而面对这样四面八方来的语润踏发 事情总是一体两面的 并不是只有父权还有妇女团体出来 认为日经做错了 还有这个星期一的丰满 是一个不入流的作品 其实勇促者也不少耶 像是星期一丰满的读者 还有某一些人士呢 就质疑说 这些女权团体根本就是一些SJW 这样子的行为 叮咚叮咚 什么是SJW SJW就是一个简称 他的全名叫做Social Justice Warrior 也就是道德魔人或是正义魔人 我就翻译得很好耶 这个英文名词是Social Justice Warrior 其实是英文里面讲的 他在社会啊各种不同的议题啊 有关公平公正跟正义这件事情上的勇者 后来呢就被湘民网友啊给转译成了正义魔人 他们就觉得呢这些女权团体是没事在找事做 而且还举出一些过往的案例 说这些女权人士呢是在搞双标 比如说像是之前有一个漫画作品叫做碧蓝之海 改拍成真人版 海报呢就是两个全裸的美少年 当时这个真人版就没有看到女权团体在反对 总没有人就说这是物化男性的象征呢 因为他们有小鸡鸡 然后又是男生 但是呢女权跟父权团体管的是女性的事情 是这样说嘛 好了不过全裸入境 而且这个是动画还是真人啊 这是真人电影版 Oh my god 日本主度真的是Oh my god OK 总之呢这个联合国的妇女组织的日本区干部 叫做石川雅惠就发表了抗议声明 指出呢媒体是有责任推广性别平等的 而且要消除社会中有害的刻板印象 但是星期一的富满这部作品 里面的角色的形象强化了女高中生的刻板印象 好像在鼓励男性对未成年的少女进行性剥削一样 这个comment其实来的蛮强的哦 包含了对于日本高校女生的刻板印象 究竟这刻板印象是什么 就穿制服然后要有丰满的上围 OK可能是哦 再来呢还有对于未成年少女的性剥削 这个可能我觉得对于日本的情色文化 或者是动漫啊二次元的世界不是那么了解的听众朋友 可能就会一头雾水了 但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日本的这些色情的产业里面 它真的就是一个工业哦 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既定的角色设定啦 制服控啦 眼镜娘啦 如果这几个你听得懂的话 你大概就是有策略过的 但真的是如此吗 而这一次呢 从这些次媒体登上了主流媒体 因为毕竟它是日经嘛 日本产经新闻的全版广告 确实也招来了一些争议 联合国的妇女组织呢 就要求日经必须要解释 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广告刊单 而且还要交代广告的审查机制 毕竟它是一个主流的媒体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质疑点跟切入点也算是合理 不过同样的事情是一体两面的 有人反对有人质疑 当然也会有人抱持不太一样的角度跟思考的逻辑 而这个事件的关注度呢 其实在日本的各界 甚至在广告界学界都引发了很大的讨论 甚至有人能透过试调公司 进行了一个小规模的调查 这么认真哦 很认真 因为讨论度真的很高 可能那时候各个新闻啊 综艺节目都要讨论这件事情 虽然在台湾好像没有真的很关注到这件事情 不过不打紧 我们在节目里面来帮你持续追踪 这个调查就发现呢 在15的29岁的女性当中 其实有超过八成的人 并不觉得日经刊登这样的广告有任何的不妥 八成的女性 所以女生自己并不觉得有被物化 或者被性剥削 没错 而且另外还有日本的记者 直接在节目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表示说我们有批评的自由 但是没有禁止他人的自由 哦 所以日本的记者也在媒体上公开的发表自己个人的看法 相信不是代表电视台或者新闻台的这个论调 不过确实也让很多的民众 还有小民跟网友听到的雄外之音 对耶 我们确实会去质疑他的正当性 可是反之好像也抹灭了言论自由 或者是跟我们自己不一样的意见 这个日本记者就表示说呢 如果人们有权 让自己不想看到的东西全部都消失的话 那这个世界上将什么都不会生下来 嗯 我觉得这句话颇有道理 如果我们今天呢 对于跟我们不一样的人 就希望不要看到他们 或者不让他们发生 假设呢 在heterosexual异性恋的主流社会底下 就认为LGBTQ AI plus 同志或多元性别的团体不应该被看见 不应该被听见 不应该发生 那这样还得了 那反之还有身性障碍者呢 那还有中高龄族群呢 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意味深长 如果失去了自由跟多样性的话 当然也会失去更多优秀的创作者 另外呢 有日本知名的应庆大学法律哲学系的教授 叫做大乌雄域 他也认为说 人们有权拒绝不喜欢的东西 也可以对别人劝说 但他强调没有必要跟取消文化 就是cancel culture来混为一谈 嗯 所以我们可以听到基本上来自 民间啦 消费者啦 新闻媒体啦 甚至来自学界 大家都表达了不太一样的一些看法 他们未必是反对所谓的女权 或者是妇女团体的这些观点 对于女性啦 女高中生啦 未成年女性的一些性剥削或者物化 他们也没有全然的否定这样的一个润调 但是他们更重视的是 大家是不是都可以有equal voice 是可以被听见的 这些differentiation 这些差异化 是可以被呈现出来的 总之呢 日本的教授就觉得说 讨论应该要很多元 但是不是要拿来对立用的 虽然说呢 讨论应该要是要多元而非对立 可是小米跟网友 本来就是站在不同的利基点 所以对立是少不了的 像是批评的网友呢 就表示说 感觉是鼓励人 用品评见赏的角度来观看女性 也有网友觉得说 好像未成年女学生 变成一种观赏用品 另外也有网友觉得 看到胸部之后 就变得有精神跟充满干劲 这样子的情绪 根本就是不应该讲出口的 更何况是刊登在报章杂志上面 不过呢 有人反对 当然就有人支持咯 支持的网友呢 就觉得说 现在还有人分不清楚 创作跟现实吗 也有人觉得说 这个言上根本就没有道理 只是因为我不喜欢它 所以我就烧它 另外也有网友觉得说 《行李奇异的风版》这个作品 本来就是面对特定族群 而不是大宗相的作品 它就是服务那些喜爱巨辱 喜爱美少女的社会人士 而强调这些属性来取悦读者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就是因为现实中 没有这样的美少女 所以我才要在动漫里面寻找 如果连在幻想的世界里面 都还要遵循三重四德的话 那这个世界也太没有意思了 只能说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确实喔 两边的正反辩论都挺有道理的 既然是为了讨好特殊族群的 这些读者 消费者 可是呢 他又上了日经 日本产经新闻的版面 甚至呢 也把在阅读日经的这群读者 当作是他们的潜在客户 或者是既定客户 只能说 真的在探究下去喔 确实有点复杂 但无论如何 不管是来自妇女啊 父权团体的这层concern 或者是来自消费者族群啦 媒体啦 甚至是学界专家们的一些意见 我相信 大家真的都要心平气和做下来 好好的讨论 毕竟 有关所谓的gender equality 性别平等这件事情 如果真的有人觉得不舒服了 或者是真的有人在这个过程当中 觉得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 或许呢 大家还是要彼此的去了解 怎样去做出最好的界定 甚至划出一些模糊的界限 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台湾 不知道会变成怎么样呢 我觉得这是蛮好的议题喔 就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 加入我们的脸书粉丝团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讨论一下 你的看法吧 Anyway 现在我们先来听到 来自HOVA社团法人 台湾视觉希望协会的公益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 继续给你揭晓 更可怕的gender equality issue 以下是美国疫情的最新讯息 美国确诊人数高达135万 哦 好想有人当个主播喔 对呀 听说呀 受欢迎的网络新媒体直播主 赚得也不错耶 可是 我又不是科班书生 而且我眼睛又不方便 我想还是算了 不要担心 看我的法宝 社团法人 台湾视觉希望协会 HOVA 咦 这是什么秘密组织吗 协会主要是服务视障朋友 在生活以及工作方面的协助 那 和其他的视障协会 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举几个例子给你听你就懂了 像最近 他们有针对视障朋友 举办广播人才训练班 以及舞台剧表演的训练班 而且不只针对视障朋友喔 他们还计划推出很夯的 口述影像电影制播训练班 可以学到剧本编写 配音录音 音源剪辑等等 外面学不到的技能喔 耶 那我的主播梦就有希望成真了 欸 还不快叫我何主播 详细内容 请搜寻关键字 HOVA 社团法人 台湾视觉希望协会 好的 欢迎回到Purple Power 我是Dr Mo 墨镜哥 我是隔壁小王 我们今天 是不是扮演了SJW Social Justice Warrior 这样的一个角色呢 我们不是正义魔人 但我们就是必须把一些 有正义的议题点出来 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 一起讨论 大家不同的多元的意见跟观点 才能够让这些事件 得到一个比较圆融 或者一个多数人 比较认同的一个处理方式 刚才提到 其实在日本 这个日经上出现了 星期一的 堆堆 星期一的丰满 这一起事件 牵涉到了妇女啊 妇权啊 物化女性啊 诸如此类这样的议题 但其实 这并不是单一事件 其实日本呢 在四月份的时候 短短一个月就沿上了两个事件 而且两个都跟女性有关 诶 四月初的时候 一个就是星期一的丰满 我们接下来讲的就是 四月底的时候 又沿上了一个事件 而这个四月底的沿上事件呢 就是发生在 这一家企业 也就是吉祥也如意的家庭 这一个食品企业发生的事情 可是他的野不是野好的野 是野孩子的野 野外的野 野外的野 对啊 不过念起来是那个意思 大家听听知道我们在讲哪一家就好了 没有要帮他做广告 对 那这个吉祥也如意的家庭呢 在早稻田大学 举办的一场数位时代的行销综合讲座 由一位常务董事兼企划部长 叫做伊东正明 担任讲座的专任讲师 课程总共29堂课 而且要价日币385,000日元 这样子以现在的汇率来算 折合成星台并大概是9万块 没错 其实蛮贵的并不便宜 他在演讲的时候就说到 对于从乡下来还搞不清楚状况的年轻女孩 要在她还设施卫生的时候 就要让她像染上毒瘾一般的吃牛洞 因为如果以后让男人请客吃了高档料理之后 他就绝对不会再回来吃我们的牛洞了 哇 这个话是身为这个吉祥也如意的家庭 他的管理层所说出来的话 而且说真的 为什么要拿少女来当做一个范例呢 基本上我也不会去吃他们家的东西 因为不好吃啊 这样子大家会不会觉得太主观了一点 你去吃吃看就知道咯 柴柴的以前也比较好吃 对以前真的很好吃 对现在真的不行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为什么她会有这番言论 而且对于刚出社会的女性 还没有吃过高级料理 如果吃过了高级料理 就不会再回来再吃他们家的餐点 那是不是吉祥也如意的家庭 自己要好好地做检讨才是吧 这番发言呢 马上就在网路上发酵 引发了讨论 而该公司的公关呢 受访的时候就表示说 以上言论 并不代表公司立场 虽然他们的部长伊东呢 是想要表达希望让来光顾的顾客持续消费 但在讲座中使用的言辞表现得非常不适当 从人权跟性别的观点来看 也不能被允许 所以呢要对参加讲座者 还有主办单位以及顾客们 由衷的致歉 当然要由衷的致歉 9万块新台币 38万的日币的课程 却由这个主讲者的口中说出了 把讽刺当幽默这样的话语 而且又挑起了性别 不对等而且对立这样的敏感神经 真的是太多了 而当然啊 这发言带有性别歧视 而且还是从一个中年歐吉桑口中说出来的话呢 就让大批的网民开始生气了 扬言说要聚吃该家的餐厅 商品跟网友聚吃的态度只是刚刚好而已 毕竟这真的是地狱梗 开不得的玩笑 但人家都说要支持好的商品 就是用新台币让他下架 但是日本的网友跟消费者 则是只想让他下架 而找稻田大学呢 随即也取消了之后所有的讲座 并且向参加者道歉退款 而总公司呢 也随即解雇了这一名 执行部长伊东的所有的职务 而且要在五月的时候呢 要对社内所有的员工进行再教育训练 嗯 感觉性别平等 还有性别平权真的非常的重要 像我们之前呢 无论是在很多的单位啦 或者协会啦 在办理相关的课程 现在都会加入所谓性别平等 不管是在职场的 或者是工作 或者是私底下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这性别平等的概念是绝对少不了 那由于这个负面事件的影响呢 原本吉祥也如意家庭 后续的一些宣传的活动 像是请到了日本年轻人气偶像 叫做藤田妮可 预定要举行的新品发表会 只能被迫取消 当然要取消啊 毕竟他也是 年轻的偶像 应该是成年的少女啦 但是呢 他应该也不想要被贴上 为了这个性别不平等的 吉祥也如意的家庭 还帮他们做广告 这样可能也会被挂上负面的表现 另外呢 原本他们有一个最近开发了十年 总算可以上市的 青子洞新品的记者会 宣传活动也只能取消了 青子洞 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没想到他们花了十年吗 花了整整十年来开发 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来研发 我倒是觉得整个研发团队 会因为这一起事件非常的想哭 他们十年的心血就化为乌有了 就一句话 所有的心血就白费了 也无法再宣传 这个前任的部长 要不要出来好好的磕头谢罪 还是先买个十万碗的青子洞呢 当然了 该公司的股价也因此就狂跌了 可想而知 不过刚才提到青子洞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 你们喜不喜欢吃青子洞 还是你们不太了解青子洞是什么 我们要请我们的日本达人 隔壁小黄来解释一下 到底什么是青子洞 青子洞呢 过名思义就是 妈妈跟小孩放在一起的一个料理 那谁是妈妈 谁是小孩呢 听起来有点可怕 就是鸡肉跟鸡蛋 啊 日本人其实是还蛮 可爱很可爱的感觉 但一个不小心就变成可爱很可怕了 但对了就是鸡肉跟鸡蛋 所以就叫做青子洞 没错 青子洞呢 虽然听起来好像是很家常很居家的料理 但是其实 你真的要做出一个好吃的成品上来 是有点难度的 它不是一个可以随煮 然后就随端上来的一个料理 怎么说呢 这个食材感觉很简单啊 我只要有鸡肉 或者是家里有鸡蛋跟饭 还有一些佐料 好像就可以做成了不是吗 像是有一个日本的料理漫画呢 就曾经介绍过有关青子洞之道料理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可以现场就做好的料理 它是一个外送用的料理 外送用的料理 这么神奇 我去很多日料餐厅 如果你真的点了青子洞 它做好了 一样热腾腾的就放到我的面前了 真正好吃的青子洞呢 就是你做好之后 必须要等30分钟左右 让它从滚烫到回温 那个蛋才会有那个粘稠感 哦 原来还有这个步骤 所以这样蛋才会 2TT黏乎乎特别的好吃吗 我还是蛮好奇的 这个日本漫画 在专门介绍料理的 它里面到底有什么小皮布 首先呢 所使用的蛋 当然是要可以生食的那种生鸡蛋 然后呢第一个步骤 就是要把碗拿去水煮 煮到滚烫 嗯?碗也要煮吗?是加热 对 加热空碗 之后呢 当然是准备好饭 把饭给煮好 然后呢就把鸡腿肉片一片一片 切的很薄 再放入高汤里面煮 而且不可以让肉片重叠 我在听觉上产生了一种错觉 它到底是生鱼片 chopu chopu 还是青子洞啊 再来呢就是趁着在煮鸡肉的时候 正在加热的那个碗工里面 填好一碗饭 接下来呢就要用速度来决胜负 在鸡肉煮到八分熟的时候 把切的细细的葱给撒上去 加点青葱还可以体会 不过鸡肉是一定要煮熟的啦 趁着鸡肉继续炖煮的时候 开始打蛋 打蛋的时候呢不可以折损到蛋的弹力 又好像要把蛋黄跟蛋白切开一样 那种感觉去打蛋 打好了蛋之后呢就用绕圈的方式 把蛋给倒到正在烹煮的锅子里面 等到一沸腾呢就迅速把所有的配料 直接倒到热腾腾的白饭上 感觉好像我们在写程式在Coding 敏捷Agile的方式喔 总之就是要眼明手快 每个步骤都不能耽搁 接下来呢其实就算是完成了 虽然感觉蛋好像还是有点半生不熟 但是接着呢只要把盖子 盖在碗工上 然后用布把整个碗给包起来 等个30分钟 真正的青子丼就完成了 哇塞 最后还要再裹上布 焖个30分钟 难怪刚才隔壁小王跟我们说 其实青子丼呢真正的好吃 是在这个外送的过程当中 因为可能在外送到客户家的时候 也需要约莫二三十分钟 拿到这碗青子丼放到桌上 打开之后这扑鼻而来的香气 这最好吃的青子丼就上菜了 没错 因为原本连碗工都是煮的很烫手的 等到焖了30分钟之后 整体的温度就变得很温和 但也会从几乎全身变得有点半生熟 而且跟酱汁完全的融合 咦讲到我们都好想去吃了 等一下下节目就来吃吧 不过话又说回来 其实青子丼呢是日本的家庭 非常容易取材 然后很容易上桌的一道菜色 只要把它做的好吃 让人家垂涎欲滴的话 那就真的是讲究功夫了 总之呢这个吉祥野如意家庭的开发部门 研发了10年终于可以准备上市的这道新料理 就是青子丼 就在完全无法宣传的情况下 直接就上了他们的菜单来饭售 其实不少网友试吃了之后 我都觉得真的是好吃 如果因为一个人的失言 而导致大家就去抵制不再吃的话 其实对开发部门的人而言也太可怜了 可怜吗 但是可怜之人并有可恶之处啊 这个部长在被踢出去之前 他就是代表了这家企业 而他的失言风波 充满了性别的对立 性别的歧视 性别的不对等 企业本身自然也是要盖瓜成瘦 虽然最终还是遭到了处置 而日本网民呢其实也不手软 在推特上群起供给这个伊东 还有吉祥也如意家庭 表示说以后再也不吃这一家了 还有人说把自己家的产品称为是毒品 真的是市场营销者的失格啊 另外呢还发起霸买运动 在社交网路上纷纷打上 hashtag不买吉祥也如意家庭 呼吁民众不要买也不要吃 不要买不要吃喔 对于我们不认同的价值观 其实真的可以让他下架 不是用你的台币或日币喔 而是拒绝去支持他们的产品 虽然呢这一次这家来自日本的食品 连锁餐饮业者喔 应该是一个头两个大了 接下来就要看看他们在公关危机处理上 还能寄出什么样的策略 来挽回消费者对他们的信心 以上呢就是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 希望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有更多反思的空间 我是Dr.Mo 墨金哥 我是隔壁小王 Same Time Next Week Bye PTT 我们说了半天 这家吉祥也如意的家庭 刷穿的是吉野家 Yashinoya 来自日本的连锁餐饮店业者 但其实我们没有接他的业配啊 也不用那么担心啦 而且上述提到的所有料理跟菜单 在台湾共有没有啦 日本当地才有 你说那个青子洞吗 对啊 Oops 理论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